由沛云任教于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致力于儿童文学、文化的研究与教学 并从事儿童文学相关的策展、出版计划、创作、翻译与评论 来自清水的孩子主人翁蔡坤林 出生于1930年代的台中清水 经历过日本统治、国民政府来台 白色恐怖到解言后等时期 解名优雅的笔触和华台日语三种语言的运用 柔和悲欢离合、生动的情节、细腻温柔的故事 既展现小人物对大时代的无法控制 又凸显主人翁的横溢 如同台湾版《茉莉人生》 从平凡的小人物故事窥看台湾重要的近代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